通过刚才的介绍可以看到文职人员与现役军人还是有着不小的区别 说到这样可能想要参加这次招聘的观众朋友就关心 文职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又怎么样呢 我们继续来看 文职人员的工资水平应当根据聘用岗位工作任务和实际贡献 参照事业单位同类岗位人员的工资水平确定 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按照国家和军队的有关规定适时调整 对紧缺专业人员和优秀人才公司适当从优 文职人员的住房实行社会化货币化保障 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房租补贴按照聘用单位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执行 住房补贴房租补贴随公司发放 文职人员购买当地经济适用房的按照军队人员住房社会化的有关规定办理